大家好,歡迎收看ET才智Talk 今天請來80Vector聊天,Vector 你好 見到你笑容多好,穿有生意好 每次見到你都是投資氣氛很熱誓 你應該要來多些,大家都想見到你 環球股市很漂亮,債市依然見到很多錢進入 商品市場都很活躍,估不到差不多年尾的時候 是玩一個環球央行集體寬鬆的概念 跟客戶接觸這一陣子,是不是大家都問了很多問題 當然多了很多問題 另外就是這個情況之前都有預計會發生 我想很多不同的央行或大行報告都會說 開始會減息 但是真正發生的是,我們之前試過一個很瘋狂的加息 2022年就股票齊跌了 接著去年就回來了部分的債券 但是今年就真的來一個減息 但是這個其實老實說真的遲了 還有今次一次過減半厘 但是其實如果正常叫做最好的情況 就是分開兩次一次一次一次 似乎就遲了一些,然後開始減 但是都是好的,就是因為這個動作才令到現在市場這麼刺激 去到年尾就有很多事情一起發生 其實從美國聯署局突然間來過四年來首次減息 還有一減減半厘之後,接著下來就是中國 就是一個組合權,希望託化經濟 整個資本市場活躍了 如果看回今年以來,不覺不覺 其實差不多在半個月之間 區內為首的股市,甚至是債券 我都看到大幅的錢是湧進去 即是出現了一個我們叫FOMO Fear of missing out,很害怕輸 其實在整體這個活躍氣氛 你覺得接下來的錢會不會回到高風險資產 那裏尋補多於做避險的工作 我想兩邊都會有的 因為始終一下子完全追高風險 又未必會這麼合適 另外就是始終因為減息週期 可能債券都會真的有一個機遇 所以我想兩邊都會有的 視乎不同投資者的取向 另外我想可以真的看到 確實是消息出來了之後 好像亞洲區、中國、香港等等 其實我們都看到是有一個增長 即是無論是股票和債券都好 其實是由之前的負數變成正數 正數也不少 即是有某些香港、中國市場 東協市場等等 都可能有十幾二十百分之增長 年初至今 即是都真的快 但未完全進場 大家有關注這些 即大家都盡意欲繼續追 沒錯沒錯 我們看到是會有的 但我想後面再探討一下 就是有些風險的地方要留意著 但是似乎是個 應該這麼說 所以整體來說的投資氣氛 明顯是好很多 是的 始終在市場上都看到 資金面依然是比較寬鬆 最重要大家還未見到 一些很明顯的衰退跡象 或者金融爆的危機出現 數據都不是很支持大型的衰退 暫時都不是 暫時舒服 你剛才是說 未必能 accident追加一些很高風險的產品 其實在資金流 則能含出相近這крp offers 因為作BSD最新的EXR反映 ? 可以看到環球資金追入去貨幣市場基金 這一種比較避險形式 等於持有貨幣一樣 其實規模已經是去到6.7萬億美金 破新高 單週追入是超過1200億美金 這個很奇怪的 當我們在說尋風險的時候 但其實依然有這麼多錢在這裏 其實是在反映著什麼 其實始終雖然開始減息 但其實利率還是高的 一些無風險的利率還是比較起之前我們沒有息的環境 大家還記得 還是高的 所以其實我們自己預計 雖然有這樣的追入 但其實慢慢看多一些 可能減多一次息 或兩次息 都有機會在今年內會發生 你可能會看到這些資金 出回來的 其實已經開始看到了 可能這些是貨幣市場基金 但甚至乎你看 如果在我們亞洲區 甚至乎香港 其實定期就是一個例子 現在定期的息 我都會聽到一些客戶說回我們聽 現在可能你說三厘多 三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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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前回一批一批都是三厘多 是的 是的 其實沒有之前聽他們的說這麼誇張 四厘 五厘 這樣 所以其實你再續 你都說了 可能它未必比你續這麼長 是的 可能以前可以半年 可能可以三個月 現在都沒有了 所以這個趨勢 我們覺得未必會立即說 好像剛才這樣說 繼續全部進入 慢慢隨著時間 會繼續發展 我相信會慢慢出來 因為這個貨幣市場基金 之前看到它的規模一直升的時候 其實最多最多的時候 去年那個回報有5.4% 最近其實跌穿了5% 不過大家看到還有4厘多 沒有錯 依然在那裡 因為真的不錯 還是4厘多 你說沒有什麼風險 但是都是 如果市場繼續下去 繼續減息 當這些無風險利率的一些產品 或者一些投資 越來越息越來越少的話 這個是很自然的轉向來的 之後就慢慢轉出去 還有當投資者看到其他地方 包括聲市場 包括債券有機遇的話 其實他們都會慢慢想轉出來 也是 即是在一個減息的思維 之前就說 你美國銷售依然是高 那你就要你的回報 一定要有更高的回報 那你才行 是不是 但當你帶了一個減息周期 你就要開始不停的比較 究竟哪一處可以比你更好的東西 沒錯 投資者很多都是 其實之前都有想的 但是未有一個推動力去想 但現在就很明顯 所以這陣子真的多了很多客戶問你的問題 我都有繼續不停追蹤著 譬如因為債券為首 你有很多不同的 即是比較好的QPON 票面息率 其實依然很吸引 過去幾月 我就不停 我和朋友聊天 或者基金經理 大家互相報料 都發現那些客戶有很多錢 問究竟我放進去債券市場 還是不是遲 你去年來的時候已經叫我們買 那很多人那時候就 我都懶得聽你講 還要先收息 未估那麼厲害 我先炒住 沒錯 但是其實說辭自那時快 看到環球綜合債券 由四月那些位置好像摸底之後 就不停急升 還要我查過各類型不同類型的債券 高收益債券 投資級別債券 連國債那些其實都有大量資金流入 是的 沒錯 因為這個其實就是 經常都說的 市場 其實如果你等到真正減息的時候 未必會有太大的反應 因為大家都已經預期了 所以你會見到 你覺得對 由四月份開始其實 因為大家都預期它有機會 在第二或第三季度進行一個減息 所以價錢就會慢慢上去 但是你說投資哪一類型的債券 會比較好些等等 我想這個也是要看個人投資者的風險編號 有些人說 我很保守的 我可能去國庫債券 不是 投資級別債 企業債我都可以的 但是要留意就是 不同的債券那個年期 對於這個表現都有很大的影響 正如好像去年那樣 去年就是高收益債券 就是我們叫做贏 表現總回報是贏了 投資級別債和國庫債券 原因就是因為高收益債的年期平均 是比較短的 一般的投資級別債 或者國庫債券的年期比較長的 它就會很受這些減不減息 什麼時候減 減多少 減多少 通常如果一般的高收益債 現在可能是三四年左右 但是投資級別國債就更加長 可能投資級別到六年或以上 國庫債券就更加再長一點 所以那些可能去年是會表現比較弱 今年依然都是高收益債 都暫時都是贏的 即是高收益債券可能 年初至今的表現可能去到成 差不多接近7% 總回報7%以上 但投資級別可能還是徘徊在四五 我都有查過一些 譬如國際資金流 譬如有些朋友都說 找一下高收益債券 即是高收益債因為想要多些回報 但又怕風險相對較高 所以現在一個二個 寧願的優勢低些 都會衝入投資級別債 沒錯 我查過環球的資金流向 其實以流入的累計量 依然都是投資級別債多 今年以來應該超過2600億美金 如果我計算非投資級別債 就是200多 300億美金左右 你覺得會不會扭轉 我想這也是時間關係 因為其實現在剛剛開始減息 而且始終因為減息 又要看幅度大不大 你知道很有趣的 兩邊減得多又說多 少又說少 所以通常如果你說減得多 我想客戶投資者會開始擔心 擔心會不會是經濟不行 或者是企業不行 所以有很多人在投資級別債 都還是比較高回報 可能還是有4-5% 5-6%回報等等 他們可能都會暫時選擇 但這個是真的有機會會改變 因為隨著風險偏好 市場氣氛等等好 你可能會看到最終高收益債 都可能有成 現在還是8厘左右以上的回報 就是8厘左右 差不多是8厘左右 現在大部份高收益債的基金 都還是在拍8厘左右 那你就會看到 真的有機會會慢慢隨著轉 所以整體回報方面 暫時來說高收益債 都還是比投資級別債 你剛才說的關鍵 就是聯儲局究竟減多少息 我們經常說減多少口沒有意思 那類計減多少 現在說到市場不停迫聯儲局進去 死角位 沒錯 你一口減半厘 你下次都要減半厘 已經不習慣了 再減少一點 現在你出了美國的PC 最新的反應的通脹都真的受控 起碼沒有反彈 然後就很多聯儲局委員 開始出來放風聲 如果你的就業數據不行 我們真的有機會減半厘 搞到11月現在都猜減半厘 你當然是In-house 有沒有這樣的偏差 都是差不多類似的看法 其實你今年會減多一次或兩次 都是屬於一些半厘 差不多這些水位 那似乎它是分開兩次還是加上一次 又是有一點點像剛剛推在一起 那你說如果你去減多一半厘 都是正常的 因為始終真的數據都看到下來了 即是通脹都受控的 那如果真的搞不理去減息 照聯儲局的預測 不要去到市場那麼激進 那你去到年底可能都減多一半厘 然後明年全年就減四口 應該都有差不多一厘 接近一厘 其實減息周期開始了 在債券部署方面 有沒有一些歷史上的依據 可以告訴我們是怎樣的 通常如果那些債券 即是說的是那個派息率 可能大概是7%左右 其實基本上你去 以往的紀錄來看 你去買債券 你都有成很高的% 所以可能7%、8%以上的機會 你去拿正回報 所以你減息的時候 你去部署債券 我想都是對的 你看一下你自己個人投資者 就是去部署哪一類型 剛才說的想穩陣些 有些高息息債的 我們之前都有提過 現在市面上有些高息息債 都有微有抵押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都可以留意一下 高息息債相比起 投資級別債 在減息 cycle 裡面 它的回報都是遠遠高於 可投資級別很多 都是的 如果大家看回這幅圖 你會看到高息息債券 利率見頂之後 一至三年的總回報 你都會看到 無論是12月24月 或者36個月 你都會看到 是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所以是的 那為什麼會有那個分別呢 其實這個都是屬於 投資級別債和高息息債的分別 因為始終是有一個利率 那個分別 就是你投資級別債 它叫得投資級別 它的利率一定是低一點的 那你高息息債 非投資級別 一定是會高一點點 那個差距 可能你預約大概是 2-3%左右左右 就是歷史平均都是差不多這樣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想就是要看一下 最終就是那個企業的狀況 如果你說企業 高息息債的企業 都是OK的 那維藥率沒有什麼特別 升得很厲害的 這個是說成熟市場為主 美國和歐洲為主 我們覺得都是值得留意一下 你說企業方面 大家都會扔著衰退去說的 就是問題是 現在我們將會經歷的 一種什麼類型的衰退 條街大部分 八成以上都說 軟在路甚至沒有在路 是的 漂亮的 是的 通脹放緩 那整個經濟增長又能保持 是不會負數的 那企業盈利又不會有什麼太大問題 不過因為之前美股為例 它的企業盈利增長一直都是高速的 那你最近都真的看到有些放緩即將 但不影響債券 它說方緩是正常的 是 因為為什麼你經濟過這麼高速 一定是 不會長期都這麼高速 加上之前的角色是加了這麼多節色 其實那些影響是慢慢浮現出來 但是我想都要看回 因為始終它們還有一個底 就是歐美的企業 在之前是比較早去recover的 疫情之後是先去recover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還是帶著下來 還是有些好的情況 那些企業 就是那些素補等等 只要它那個盈利 或者是它那個現金流 可能就算它輕微下跌也好 那未至於會導致它一個很差的情況 還有一件事就是 其實現在的減息 其實是舒緩了它們的一些壓力 因為它們之前在財政的情況 你越來越要借貸要給這麼高息 那它們都是有壓力的 那時候其實那些人是真的擔心的 擔心它們 但是現在你開始給了這個減息 所以它似乎會提供一些高壓 似乎會提供一些高壓 似乎會提供一些高壓 似乎是好一點的 我又有八卦問一下 就是歐美市場recover得快一點 變成它的基數就沒有那麼容易 對 沒錯 做得更好看 要做得更好看 所以我看到有很多人說 預期這樣 我們不如買一些即將會瘋狂反彈 例如新興市場 又或者亞太區市場 又確實最近見到很多錢流進去 但為什麼你依然會建議 大家選一些成熟市場 多於新興市場 是的 因為新興市場反彈是會有 可以部署 現在也是 不要太一面 全部買了一邊 因為為什麼呢 新興市場部分都是對的 因為始終你減息週期開始 那美金可能沒有那麼強的時候 傳統來說 新興市場都會是OK的 加上就是 新興市場角色是underperform了很久 大家都等了它很久 好像等於我們中國市場一樣 之前它是受了很多房債的影響 房地產債的影響 現在你出一些好的消息 或者一些支持 在那個地方支持 自然是會回來的 但我想後面就要留意著一些風險 因為確實不是沒有的 大家要留意很波動 因為又有大選 大家會看到很多 有些國家開始針對我們中國 某些行業 好像新能元氣車 去做一些打壓 我們都看到這些要留意的風險 不是說順風順水一支箭 有機會上去 我八卦完之後 又回到你 我們剛才說一些高收益債權 除了你在減息週期裏面 那個回報更加好 而最近其實都見不到 有什麼經濟太大衰退 即將對於企業方面的影響不大 而另外其實他們的質地 最近這一年經歷了 依然在高利率上 其實他們的違約率 都是沒有太大的差距 是不是 不是說歷史高位 一定是 因為違約率方面 是歐美市場為主 最高峰的時候 金融風暴的時候 我舉了一個例子 美國可能去到9% 真是很高的 你當每100間公司 都有9間違約 但是問題是 現在是在維持在3%左右 這些水平 其實是一些歷史的低位 不是最低 但是平均位 還未超過平均數 這個是OK的 還有你會見到 其實債券 就算是高收益債券 都有很多種 我們這幅圖都會見到 其實市場面上 有些好像高級債券的債券 就算有違約也好 它是可以做 我們叫做recover 阻止去追上 它過往的紀錄 從87年到2023年 都是有些平均的追上率 都有成六成的 就是說 其實都似乎有不錯 就是比起一個有個底 真是萬一有違約的話 都有一些底去拿回來 我經常都以為 這一類型的債券 危機四伏 又或者 肯定是高腰的東西 都未必是最安全的 但是你又經常跟我說不是的 但是它其實提供到給你的東西 足以cover到你的憂慮 我想其實高收益債 可能投資者比較擔心 因為我想大家都還記住 在舊時的時候 就是金融風暴的時候 是的 那時候很多人對於 高收益債是很有意見的 所以覺得不行 我一定是買投資金錢 但是其實自從金融風暴之後 監管不同了 高收益債券裡面那個水平 就是它有評級的 以前可能很多CCC 三條C比較弱一些 現在基本上是少了很多 是的 以前是可能去到三分一 現在可能再少一些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加上 如果你通過基金買會再增加 其實似乎 好像去年你已經看到 去年高收益是贏投資級別 今年暫時還是 似乎 加上如果有些是有抵押債 就會再好一些 所以我們再看遠一點 再看這幅圖 剛才我都有提過 就是當最低收益率大於7的時候 基本上之後的12個月 都會有一個不錯的回報 雙位數 雙位數增長 所以這個其實現在和 剛才說的唯有率 真的確實看到這幾年 是比較低之外 還有我們看到高收益債 那個企業本身的盈利等等 都看到還不是很差 而且他們的槓桿比率 比起之前是低了很多 即是已經沒有了那個 以前金融風暴的槓桿 或者很多倍的那些 少了很多 如果沒有這麼幸運 即是買一隻基金經理幫我搞的話 這些是涉及企業相關的債券 我都要想一下我買什麼行業 現在是當做什麼行業 明白明白 其實有很多種的 基本上現在比較多的是 基本工業 醫療保健 電訊 穩陣 這些都是一些 傳統的高收益債的行業 另外有一個 之前有些人很擔心 有一個迷思的 就是之前美國 你見高銀行試過出的那個時候 很有趣 高收益債券裡面 很少金融類的行業 因為金融類的股份 很多都不需要發高收益債 但是相反的 投資級別就試過有這些問題 真的 因為當時真的有些 可能是相關的銀行 他可能都是投資級別的 但是最終都是有出事的 我想 好看個別的 我想投資者都要慢慢習慣 不是說 完全是 投資級別就很安全 高收益債就很不安全 就一定要看回個別的情況 和個別的市場 是啊 分析回不同的板塊 如果你的經濟有問題 那你先想一下 銀行會不會有什麼危機 又或者房地產市場 會不會暖震等等 還有盡量不要集中在一個地方 一個 OK 而最後我不知道 多不多投資者或者客戶 問你這件事 接下來大選 是不是 熱話 我見很多的報告 在那裡說 不只是股票 股票的人都說 特朗普贏出的股票會更加好 起碼企業方面會鬆綁 即是減稅涉及 然後企業引力會有增長 而最新在彭培有個調查 訪問了340個基金經理和經濟師等等 原來有一半人都覺得 如果賀錦麗勝出的話 就會賣債券多些 有沒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其實都有的 我想這裏就是一些不同的 他的金融政策 一定是 可能是一邊賀錦麗的 這邊他可能真的 當選了他可能會向一些企業 一些高收入人士 有錢人就會徵收多些稅 如果特朗普來說 可能他就會調轉 即是很多不同的做法 但我想對這些行業 都是有影響 即是不同類型的行業 但你會見到 很明顯就是 其實債券那方面 其實似乎兩邊都是會買的 即是無論是誰 因為始終你真的 集入了那個減息周期 這個都是無可否認的 如果繼續減息的話 債券始終都是有一個 不錯的投資機遇 但我們真的很難去猜 究竟去哪個贏 我們從來都不會去特別猜 而且出來之後 老實說 他們的政策 就算真的要做哪些政策 都要一段 比較長的時間去落實 不是說當選了就立即會發生 所以這個我想 都是要回到基本 看看個別企業的情況 唯有率高不高 當時的減息減多少 多不多等等 去決定 應該是買什麼類型的債券 現在這樣去想 真是猜不到 他們現在 全國民調 只差兩個百分點 昨天我看到 那些搖擺州份 特朗普又搶回很多選票 即是選舉人票 我們不知道 會不會去到 好像之前 對希拉里那種的膠著 沒錯 但這個真的很難猜 現在 發生過希拉里那次 都比較難猜 以為希拉里贏贏 為什麼最後被特朗普贏 這個我們再拭目以待 今天謝謝Victor 來跟我們分析債券攻略 希望遲些事情再定更多 看看有沒有更新方向 更多資料 跟我們分享 沒有問題 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